第六跳展现象腾翻腾四周半暴息 丝滑入水 大陆选手谢思逸在男子三公尺跳板跳水决赛上 以543.6分夺金未免 队友王宗元也以530.2分拿下银牌 对于所有的运动员各项目来说 都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各自的准备和拼搏 由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开始 大陆国家队在三公尺跳板跳水项目 展现绝对实力 这次的巴黎奥运上 大陆跳水梦之队以六金二银 远超排名第二的英国队一银三铜 有望八个项目都夺金 对此王宗元这么说 我想去实现包揽八枚奥运会金牌 但是我们各自其责 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去慢慢的去实现它 未来两天 奥运跳水项目还剩男子十公尺跳台 和女子三公尺跳板两下 拔金全夺能否顺利实现 粉丝们都在期待 TVBS新闻 范雨萱蔡一杰综合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奥运 bicu 回来